因為在家裡面 因為那個小孩都會找我 然後就要玩一些 他演超人叫我演怪獸 然後把我打倒了 然後又把我救起來說 我來救你了 然後我就起來 怎麼了 然後他又把我打倒了 因為我們血壓有點高了 因為你一直倒一直起 一直倒一直起 真的會有時候不舒服 然後小孩睡了怪獸也累了 只剩下老婆一個人在那邊喝酒 也沒有喝 也沒有喝 憲哥 你是看著我一直在講我 對 她是王以路的生活 幹嘛這樣 好 那個來看看你最胖時候 就現在 你才胖 怎麼小胖 你現在瘦了 你那個下巴 蘋果下巴都出來了好不好 你真的瘦了 好多 謝謝 真的謝謝食尚玩家 謝謝 唉唷 這是你 空流 因為那剛退伍的時候 比較精實對不對 因為我是憲兵退伍的 憲兵一般的就是身高 是很要求的 還有顏值 因為有的不都站在 沒有顏值 沒有顏值 有的站在 那個政府積穿門口那種對不對 不要歪掉就好 憲兵是要挑選的 而且我們圈內很多人都是憲兵 許嬌順順哥 白雲哥 宗師爺 Mono哥 宗師爺 對 這些都是憲兵 宗師爺 是我們那個什麼 金門還是馬祖的 金門 另外一派 另外一派的講法是叫 怪獸就是你 怎麼怪獸 這張是這個 那個時候 剛到這個目前來主持節目 那個時候公司拍的宣傳照 而且下面跟陳惠玲 可是最後那一張有點像孔劉 這一張 這一張 對 因為那個時候小弟這個 超級新一天小助理 就是有大明星來合拍一張 而且又是我的最愛 陳惠玲真的好費 對 陳惠玲不是你的菜 是 你不是都喜歡那種 就是 撲到胸有的 沒有... 這個都不要再聊了 這個都不要再聊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 誰啊 你媽媽 這個 這個是綜藝天王 曾國城 陳惠 好帥 好帥 那時候陳惠也剛退伍 沒有多久 對 對 陳惠反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是工作人員 妳還拿個馬表 工作人員 這個是跟爸爸去萬里長城 對不對 不到長城非好愛 萬里長城 對 然後假裝很親密 他還揉我 大概是這個 假裝 看得出來 是 我可以知道那個時候請問 大概差不多這樣 大概20年前 是 大家猜看看 現在的他 一年胖一公斤再加個20 92公斤 再解一協回 沒有92那麼多 要公布了對不對 現在沒有 我猜80 我猜80 87 差不多 他瘦先罵他 82 差不多 差不多 80 85 差不多 因為我高 180 你不用強調你知道嗎 然後又要講帥氣 憲兵 憲兵 你到底吃了一些什麼東西 瘦下來的 真的沒有 其實這個要瘦很簡單 就是去出外景 對 說平常吃什麼對不對 你只吃這個樣 因為我們老兵 當然就是吃一些 像這個 這個是我們當兵吃到現在 現在還在賣的對不對 這一包給你猜多少錢 19塊 10塊 10塊 對不對 漲價了 10塊 17了 那個年代10塊錢 這怎麼買過20幾塊 對啊 大概就這個價位 對 那這個 35塊 這種蘇打餅以前也是 類似這樣的包裝有沒有 福利社 軍中福利社都有在賣 快點 我跟他講 這太好難吃 我趕快拿走 我發聲明 就是老兵配點小酒 大家可以來試吃 應該沒有人不想 而且一天就好乾 不會不會 配茶 然後這個 它真的很帥 這是老兵的零食 就這樣 有人要試吃看看嗎 沒有 沒有 我以前也都吃這兩個 旁邊兩個 看到沒有 真的 老師人家以前 怎麼被拿走了 這段還沒講完 你根本是來編告的 那個都介紹完了 那隨便準備一些 奇怪的零食 連妹妹都看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好